天賦和努力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題 是關於天賦和努力 哪一個比較重要呢 這個主題是來自於我最近在看 張子儀她的新戲 叫上陽婦 而且這是她第一次 我媽也很愛看 因為很方便八大電視 就是YouTube就可以看了 我覺得超方便 我會看是因為她是張子儀演的第一部電視劇 我們都知道她之前是演電影 就是電影咖這樣 她來演電視劇就被說好像電影咖下凡 就是來到凡間演戲了 我就很好奇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演員 就是臥虎長龍是我最喜歡的電影 我喜歡看武俠片 那時候看就覺得她的氣質真的很特別 所以過這麼多年 然後她開始演電視 我就覺得那我看一下 然後還看了很多她的介紹 那她有一個經歷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有講到說她以前一開始是學跳舞的 她是學舞蹈 然後但是她在學校的時候就發現一件事情 她發現說怎麼好像其他同學 都跳得比較好 然後她不管再怎麼努力 就是沒有辦法跟得上人家 或者是比人家厲害 因為張子儀有一個特色 就她在所有的評論家都會說 她是一個把野心寫在臉上的一個人 就是氣質很足 對 氣質很足 她一看就是會很想要追求更完美的表演 或表現的那種人 追求 對 所以當她發現說她的舞蹈這個項目 沒有辦法贏過別人的時候 她就決定她要放棄 對 她要放棄她要換一個她的主修 所以後來她才去念那個戲劇學院 她才去學演戲 然後後來就拍了張藝謀啊 李安這種大導演的電影 就變得很紅 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 這個事情就讓我聯想到說 欸 那到底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先認清我們的天賦 然後在那個領域去發揮 這樣比較好 還是說情能捕捉 就是反正不管是有沒有天賦 我只要努力就好了 我自己是覺得天賦比較重要欸 為什麼 唉 這就要講到江湖的感覺 沒有 因為我以前是讀資管系 就是要寫程式 那時候的我就是覺得 努力可以就是戰勝一切 聽起來就是天真 太天真了 殊不知我換的就是一張文憑 外加就是掉滿地的頭髮 就是因為壓力太大 然後又不會 然後重點是我寫了 就花再多時間去寫 然後也沒辦法寫得比別人好 然後也沒辦法比別人快 然後大家都已經寫好 時間要繳出去 我還解不出來 我就好幾次都繳不出功課 然後就壓力很大 然後我就意識到就說 我真的是沒事給自己找追受 深感就是覺得 昨天還是做自己擅長的事情比較重要 好啊 所以以後來就沒有再寫程式了 我還是有 哈哈哈哈 還是以他先為生嘛 就是因為飛行寫程式比較好找工作 然後我也不是寫不出來 就是要花時間 然後跟要再花多一點時間 去學習更多的東西 就是你觀察你跟身邊的同學 或同事 你就會看得出來你們的天賦有差 對像我有個同事 應該他不會看到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講壞話 是因為他真的很厲害 就是他是那種 大家在會議上討論的時候 講到一個東西可能可以做 他就可以去搜尋 然後搜尋就馬上說 欸我這裡查到了一個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個可以做 因為他看了一個程式嘛 然後什麼什麼就覺得可以做 我就天啊 我查資料查個半天還不一定看得出來 這個到底可不可以做 就不知道這個到底可不可以做 或是我做不做得到 但是他馬上一看就說 欸我覺得這個改一改就可以 或是有一些東西他看一看 就馬上知道說這個難易度在 好像也太強了吧 對啊我看了就是 啊公司就需要這種人 自暴自棄的感覺 就覺得啊好啦我就是加油 對我覺得天賦這件事情 就是在某些事情上好像會很明顯 很明顯 對我自己來說也是 我有從小就不擅長畫畫 然後美術啊跳舞啊這種藝術類的 通通都很不擅長 然後但是一開始 這個一開始我就知道不擅長 所以也還好 反正我就是盡量 我也不喜歡 我也不會去碰 但是例如說我小時候其實運動細胞還不錯 喔真的喔 對就是跑步 都會被推去跑步啊 總大隊接力啊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 就是一個人比賽那種 我就覺得我應該也還不錯這樣 但我記得到高三的時候有一次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因為準備考試大壓力又很大 然後學校就會鼓勵我們多跑步 對 然後我們就跑慢跑 就是我記得我都可以跑個七八圈 喔 就聽起來也還不錯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也不錯 但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一次都可以跑十四十五圈 有的時候還可以跑二十圈 你那時候是幾 高三十八歲左右 就我想說蛤 十四圈就我跑了七八圈我就超累 我就很喘 然後他還可以這樣快樂的這樣慢慢的 然後再繼續跑我的一輩這樣 因為他原住民 喔 我從那時候就發現到原住民的就是 天生的那個體力 身體的那個 對然後他也有很會跳舞 又有很會唱歌 然後跑 而且他跑完之後他是沒有很累的 他還可以過來說欸怎樣怎樣 就還可以跟我聊天 然後你就是大聲 對我就在那邊很喘 我已經走好幾圈了 因為我已經早就開始走 所以從那時候我就發現 欸我自己覺得我好像還不錯的項目其實 也未必 就是上面都還是有人 對還是有人會比我比我更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認知 然後後來又 我又有一陣子在銀行工作的時候 又更明顯 就是像 有點像你剛剛講的感覺 因為我就是不擅長做文書的工作 所以只要是文書處理 但銀行全部都是文書處理 只要跟文書處理 我一直很想 我就覺得為什麼要那麼 就是 這到底什麼年代 還要用計算機 就真的這樣按 可是人家就是一次就按對阿 一百多張這樣 就對阿 好厲害喔 然後我就要按兩次 欸兩次怎麼不一樣 然後再算第三次 我連拉Excel都錯 就是沒有是打字可能就打錯了 所以一次算出來還是錯 之前就發生過 然後害我一直這樣算不對 然後就被那個 那行政中心的阿姨問 對就是 就是有些事情怎麼做 你就是覺得說 欸不行 我做不到 然後我做不好 所以我後來就離開銀行 就是這樣 好選擇 那你趕快離開銀行 我在努力 欸主管 你要幫我馬上客氣 可惡 但這件事情 又有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例如說 有些人他會講 他是 他雖然不是天才 他可能不是很有天賦 可是他是地財 喔對 就是他可以靠努力 例如說蔡依林 他好像有一首歌叫地財 我不確定 就是他會講 他是很努力的這種人 而且我印象也很深刻 因為他剛出道 他出道很久欸 我知道他在我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20年 我不太確定 但十幾年一定有 就是很久 然後他剛出道之後是少男殺手 不是現在那個很性感的形象 就是很陽光很可愛 然後我還記得我爸那時候在看電視 然後就放蔡依林的MV 然後在那邊跳舞 然後我爸就說他這次跳得怎麼那麼爛 我印象真的 連爸爸背的都可以說 就是跳很爛的 就是爸爸應該對這種年輕小女生很寬容 對他根本不太會看 可是他就 跳那麼僵硬啊 或是什麼 這樣是對的嗎 就覺得怎麼這樣 這樣也能做到嗎 我好像沒看過蔡依林 這麼輕色的 這麼輕色的 就很早期 可是他後來因為不斷努力 努力到現在 他最近放Youtube那個演唱會的片段 超誇張的 超誇張的 很厲害 他放了好幾個 然後跟不同的藝人一起表演 超級厲害 所以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好像不斷努力 不斷努力 好像也可以達到某種成就 就算一開始好像不太會 但我會覺得 蔡依林本身還是有天賦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天賦是有分等級 就是可能是超級天才 然後一般的天才 跟就是 虎手或庸才 就是你 像我剛剛講的 你在藝術方面 跟我在寫橙子的部分 就是怎麼努力 就是那個樣子 那就是沒辦法 那還有就是像蔡依林 可能在跳舞方面 他其實是有 我自覺他有一定的程度在 那一定的程度都你再去努力 他就可以慢慢的發揚光大 但是天才當然是不用說 就是馬上就可以發揚光大 很快就有效 對對對 我覺得還是有分程度 像我自己好了 我自己其實 小時候在藝術方面 其實是很喜歡的 喔 看到大家都說什麼 當畫家會沒飯吃 就不敢畫 就覺得算了 但是長大之後 覺得還是很喜歡 然後就去畫 然後去慢慢臨模 就是算是去描東西 然後再去練習 然後就發現 其實進步的蠻快的 然後這種人就會發現 其實天賦這種東西 還是有分等級 像我自己小時候就覺得 好多人就是一畫就 瞬間變超漂亮 然後也可能都沒學什麼 但是 但是我自己在練習之後才發現 其實我練習過後 也還是可以變得很漂亮 嗯 好羨慕 嗯 對阿 所以我其實 我覺得這樣挑釁 我會覺得 如果你只是把這個項目當成一個 例如說調劑啊 或是單純的興趣的話 讓自己開心 對讓自己開心 那就算你沒有到 很有天賦的那種天才等級 可能也還好 就像胖虎啊 反正他就喜歡唱歌 他唱那麼爛 但他完全不care 反正我就是要唱 這樣 那我也不靠唱歌來賺錢 所以也無所謂 對我就是開開心機 他靠唱歌來攻擊人 是有殺上帝的這樣 我一直想到 對像這種就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要把這件事情 當成你的事業 或是你的工作的話 可能就會好好想過 對不然就是 我覺得那種感覺很辛苦 你就會看旁邊的人 就是 也好像也不用那麼努力 然後就沒有那麼辛苦 對就可以做 就可以表現得很好 可是像我們 可能就在做那種 自己比較沒有天賦的工作的時候 就啊 就很痛苦 就付出很多 好像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 但是成果又 又那樣 大概50 不是50 還沒有及格這樣 對然後你就想說 以後靠這個賺錢嗎 就是吃得飽 就是會很擔心 就讓我想到 就是有點 不知道蔡依你有沒有機會看到 因為沒有 但是 但是我是蠻想知道說 他當初在做這個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想過 因為他當初是 我知道他是選秀節目 對他唱歌的 他唱歌出來 但是在跳舞的部分 他如果當初知道 就發現自己跳舞沒有很好 那他會不會就是想這件事 他其實也可以選擇專門唱情歌 對啊 他唱歌也非常非常厲害 對啊 那他為什麼要選擇跳舞 或者是 嗯 有趣 這是一個好議題 下一次我們可以來討論 對下次 下次我們再來講這個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對於我們今天的主題 有任何想法的話 都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或私訊給我們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掰掰